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某某案 李某某涉嫌强定案又有了新的进展 李某某的母亲孟哥已经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控告涉案酒吧经理张光耀等人 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 昨天凌晨 李某某家法律顾问新闻发言人蓝河爆料 8月6号上午10点50分 孟哥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控告酒吧经理等人 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 按照孟哥的说法 在酒吧包房里边 当事人杨宇氏用手挑逗其子李某某等几名未成年人 孟哥称有证据佐证杨某某的出台费为2000元 事发之后 杨某某还连同酒吧经理等人打电话发短信 向李家进行敲诈勒索 昨天傍晚 涉事酒吧一名负责人回应说 孟哥这是在诬告 有律师表示 酒吧是否介绍卖淫和轮奸 没有法律关系 杨宇氏是否自愿 那才是案件的终点